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肚子铺开后震撼了在场所有人 一起来听 之前给大家说过很多故事 我行走过很多地方 时至今日见到的奇闻怪事确实不少 很多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明知道结局 却无法阻止别人的命运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我一言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让我颇为惋惜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直到现在都是我心中的一根刺 这根刺扎在我心中久久不曾拔去 所以对于信任我的人 我总对他们说 一定要诚心向善 哪怕不为自己积德 也得为自己的儿孙后背积德 每个人生下来都要历经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有负有贫有顺有腻 那些生来就大富大贵的人 对方好命 也是对方前世积累够了福泽 亦或者是先人为后背积累够了福泽 这件事我总不愿意提起 是曾经一则新闻 让我想起了这件事 那则新闻的标题就叫 《代宰的黄牛下跪》 当时我看到了很多网上的评论 很多网友都在笑说 黄牛都能下跪 那只是它的一个动作而已 别用人类的思想去解说黄牛的动作 它的下跪压根不具备任何意思 诸如此类的留言有很多 我也看了不少 我今天想要说的故事 就是一则黄牛下跪的故事 那一年 我行走在一处偏僻的村落 村子里的村民思想很落后 但是他们活得很热忱 热爱着生活 对外来的客人也不排斥 非常好客 这个村子的名字我不便名说 便用自己取的名字来代替吧 包括故事里出现的人名 我也用自己取的名字来代替 毕竟涉及到他人的隐私 我刚到村子里的时候 正巧村子里有人要娶媳妇 听说我是阴阳先生 便真诚地邀请我主持婚礼 看村子里的人那么真诚 我也就没推剧 村民们都很朴实 主持完婚礼之后 我被安排在了新郎隔壁家住着 隔壁家住的是一个屠夫 专门给村里的人杀猪宰牛 这屠夫也就是今天故事要讲的主人公 刘屠夫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习俗 那就是新郎结婚的第三天 也就是送新娘回门的时候 家里要用全牛宴招待亲戚朋友 刘屠夫大早上就起床了 新郎家从隔壁村买了一头黄牛回来 那时我正在刘屠夫家里睡觉 大老远就听到黄牛的摸摸叫声 那声音浑厚圆长 像从古老的环境里传出来的声音 悠长绵延 在大山里绕出回音来 我一听这声音 以我多年行走各地的经验 知道事有蹊跷 便积极地起身来到外面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一出来 就看见刘屠夫家的院子里 拴着一头黄牛 之前的摸摸声 正是这黄牛发出来的 刘屠夫此时正在院子里磨刀 见到我出来 他还热情地和我打了声招呼 大叔您起床了 我应了一声 问道 这黄牛是你家的 刘屠夫嗨了一声 哪能呀 这是隔壁村的 老张家不是带媳妇回门吗 咱们村里的规矩 就是西郎官家里 在媳妇回门这天 必须全牛宴请村里的人吃饭 还要把黄牛的五脏给新娘带回去 寓意富贵全家嘛 吉祥 刘屠夫和我说完之后 就低下头继续磨刀 刀片发出正亮的光 预示着即将要结束的生命 这是人家的习俗 我本不便多说什么 我之前说过 万物皆有灵性 却也遵循自然生存法则 大自然中有必然的食物链 而人类却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 我们能吃其他动物 那是因为我们是食物链的顶端 我不便多说什么 也不会苛责什么 但凡事总有例外的情况 这件事便是例外的情况 若这黄牛形态正常 还没生出灵质 刘屠夫杀它 我也不会阻拦 可我一看 便知道这黄牛已经生出了灵质 因它看向我的眼神 竟然带着一丝祈求 每个生物都有它逃不开的命运 它此刻求我 定是还有隐情 或者它不能再此刻死的原因 我虽不知晓它到底有什么隐情 却不想让这生了灵质的生灵 就这样被活生生杀死 我劝阻刘屠夫 让他换一头牛 跟他说 这牛杀不得 可这刘屠夫也只是笑笑 并没有答应我 从他的眼神中 我看出了他的不在乎 我好生告诉他 刘大兄弟 你听我一言 这黄牛已经开了灵质 杀不得 杀了会遭报应 刘屠夫却突然哈哈大笑 大叔 我尊敬你们干这行的 但我刘屠夫不信这些 不过是些畜生 什么灵质不灵质的 我老刘杀了这么多年的牛 也没见遭什么报应 他还说 大叔 我感谢你的提醒 不过嘛 这黄牛我是杀定了 飙肥肉厚 杀了 我能拿不少好处呢 听言 我知道再多说什么 也无济于事 回头看了那黄牛一眼 那黄牛看我的眼神 有感激 更有惶恐 我便更加确定 这黄牛的灵质 开的还不是一点半点 可我只是一个过客 根本无法左右主人家的意见 看到黄牛实在可怜 又似乎真的有隐情 我便想着 要不去那新郎官家 我当时 被新郎官的家人 请过去主持婚礼 心想 他们应当会卖我几分薄面 便厚着脸皮 找上了主人家 新郎官的家人 很热情地把我迎到家里去 还给我泡了他们家最好的茶叶 这村子的村民 很多都靠种茶叶卖 我把来的目的告诉了当家主人 也就是新郎官的父亲 听了我说的话之后 老人家确实相信了我说的话 就去找了他儿子 也就是新郎官 新郎官还等着杀了牛 拿着内脏去回门 听了他老爹的话 当即嚷嚷道 爹 你这是想啥呢 咋随便一个外人 说啥你都相信 人家说是阴阳先生 就是阴阳先生 谁知道他本领多大 再说了 老刘哥杀了那么多年的牛 你见啥时候遭过报应了 新郎官哈哈地笑着 拍了拍他老爹的肩膀 人来了就是客人 爹你去和人好好说道说道 没事的让他不用担心 我就坐在他家堂屋里 新郎官说话的声音很大 压根没有避讳着我 我也知道 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事已至此 我也是别无他法 该说的该劝的 我都已经说了 只能向那的黄牛 说一声对不起了 我无能为力 从新郎官家走到刘屠夫家 刘屠夫家院子里有很多人 那些人按着黄牛 要给刘屠夫杀 我走进院子的时候 正好看见那黄牛 给刘屠夫下跪了 刘屠夫杀过那么多牛 还是第一次见到 给人下跪的牛 不由晃了一下神 也正是他 晃神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在叫他 老刘 你干什么呢 快些下手呀 老张家还等着回门呢 这一催促 刘屠夫不再手软 正亮的屠刀 高高扬起 重重地落了下去 也就是那一瞬间 我亲眼看见那黄牛 流下了眼泪 刘屠夫也看见了 只是这时 他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 一刀下去 黄牛的脖子直接被割穿 鲜血喷涌出来 见了刘屠夫一脸 那黄牛四只蹄子 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腹部 刘屠夫挣了好几秒 一抬头就看见 站在院子门口的我 我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时也 命也 不是我不想救 实在是你不想自救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那黄牛 为什么会在最后流下眼泪 按理说 若他开了灵智 更应该知道自己的命运才是 很快我就知道了 黄牛流眼泪的原因 刘屠夫划开黄牛肚皮的时候 里面正孕育着小牛 还是双生子 一对小牛果于腹中 屠夫平时嚷嚷着不信邪 黄牛下跪的时候他没信 但他流眼泪的时候 他信了这牛不能杀 却没收住手 屠夫知道 富有子的牛杀不得 之所以没听我的劝解 是因为他按照自己的经验 没看出这黄牛怀孕了 事情过了之后的第二天 我收拾行李就要离开 刘屠夫拉着我 求我帮他 我不是没提醒过他 所以对于他的祈求 我已经无力帮助 人世间走一遭 欠的债迟早要还 我离开后的第二年 说起这件事 路过这村子的时候 又返回去看了看情况 村里的人告诉我 刘屠夫家的婆娘 在医院生产的时候 难产死了 大小都没保住 刘屠夫也不知道 是不是受刺激过重 居然疯了 而之前那家结婚的新郎官一家 则是从原本的小康家庭 变得穷困潦倒 这一年里 还有一人突然报复 一路顺畅 村民说那人叫虎子 一说虎子 我就想起来了 那虎子正是当时 按照黄牛的其中之一 不过他看见黄牛下跪之时 立刻松了手 看来因果轮回 善有善报 恶也有恶报 一切的债 都会有偿还的一天 所以 愿意信我的人 我奉劝大家一句 积德行善 多行不义 必自毙 遇到长了灵智的动物 莫要索其性命 放他一条生路 亦是给自己一条 更宽阔的道路 对待人也是一样 行善 积德 切莫 施恶于人 哪怕是小恶也不行 这世间的事情很难说 似有冥冥之中的感应 却无法用常理度知 就比如 有些动物对于灾祸的 躯壁能力 很是让人惊讶 家中一些很平凡的动物 却在危急之时 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行为 佛教讲究 种善因得善果 就是告诉我们 种下善因 才能得善果 这类动物最有灵性 遇见不要伤害 果报是你无法承受的 而且杀生的行为 还会损耗自己的福报 尤其是当霉运 真实发生在自己 或身边人身上时 有时候不得不相信 这因果循环的真实存在 俗话说万物有灵 古人有很多 关于动物有灵的故事 从亘古开始 我们就有 皇帝之女精卫 化而为鸟的故事 还有夸父逐日 死而化为邓灵的传说 甚至在民间的传说中 还有各种动物通灵的故事 在农村 人们认为 很多的动物都是通灵的 如果遇到了它们 一定不能够伤害它们 更不用说是吃了它们了 清水村里有位百岁老人 名叫赵兰芝 别看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 但身子骨还是硬朗得很 生活上几乎不用人照料 老人家五世同堂 让旁人也是羡慕不已 赵兰芝老人夫家姓张 丈夫参过军 不过后来牺牲了 赵兰芝老人三十多岁 就守了寡 丈夫牺牲的噩耗传来之时 老人伤心欲绝 一度想跳下山崖 就这么随着丈夫去了 但为了三个孩子 她还是选择活下来 把他们养育成人 那时的她 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能活到百岁高龄 也许是上天 有意照顾她吧 春去秋来 花谢花开 看惯了生死无常 自然也对死 没有了多大的感觉 听之认之 顺其自然 赵兰芝老人嘴边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人道 这都是要死的 怕什么 阎王叫你三更死 你也挺不到五更 老人心里也是坦荡 原本几十年前 已经算是死过一次了 自己多活一天 就是多赚一天 老人的三个孩子 已经只剩下两个 倒不是什么夭折意外 三年前 大儿子过世时 已经八十岁了 按照正常来说 也算是高龄了 只是可惜了老人 白发人送黑发人 但对于大儿子的过世 老人其实反应并不大 也许真的是对生死 习以为常了吧 赵兰芝老人喜欢养狗 尤其是乡村里 最常见的土狗 老人说 土狗对人很忠心 只要你对它好 它也就对你好 有时狗比人好 老太太如今 家里有一条不大的 黄色土狗 名字叫黄豆 这名字是虫孙子给起的 因为它喜欢吃 起了这么个名字 黄豆也是一条老狗了 陪着老太太也有十五年了 按着狗的寿命 也算是木年了 老太太常常和黄豆说 不知道咱俩谁先死 儿孙们听到这话 老是说它不吉利 老人也都只是笑笑 老人的儿女们 也都七十多岁了 都成了老人 自己也开始需要人照顾了 根本就没能力照顾老母亲 只是过年过节回家看看 如今老太太在孙子家里住着 老太太很少给家人添麻烦 有些事能省就省 也不愿张嘴对儿孙们说 前些日子 老太太的儿子女儿 回来看她住了十几天 看老太太没什么毛病 也就放心了 走的那天有一个小插曲 那天一大早 儿子张志军和女儿张秀娟 准备回县城里自己的家 老母亲把他们送到了大门口 挥手告别 刚转身要走 黄豆从家里跑了出来 跑到张志军的跟前 一口咬住了他的裤脚 使劲地往回拉 张志军 张志军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往日见黄豆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张志军俯下身来摸摸黄豆 让它松开 但黄豆就是不松 张志军因为还有事 着急要走 腿使劲一拽 裤脚被撕了下来 而那被撕下来的布料上 还带着一颗狗的牙齿 张志军摇了摇头 这狗真是太老了 又回头跟母亲说了一句再见 就上车走了 第二天早上 老太太的房门一直没开 一般来说 老太太是全家最先起来的人 孙子去叫门没人应 孙子有些急了 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 进去一看 老太太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 孙子喊了几句奶奶 还是没有反应 上前一探鼻息 已经没了 老太太就这么死了 人生百年也就此结束了 参加老太太葬礼的人不少 儿孙们也都回来了 张志军这时才突然明白 黄豆为什么要他留下来 也许是黄豆感觉到了什么 直到老太太命不久矣 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才有了那天异常的举动 看着这条老狗 张志军懊悔不已 也许那天留下来 母亲密留之际自己可以陪在身旁 老太太下葬那天 宋葬队伍浩浩荡荡地行进着 在这阵队伍后面跟着一条黄狗步履蹒跚 黄豆太老了 甚至只能慢慢地走 跑起来都有些勉强了 老人下葬完成以后 众人都回了家 张志军又想起了黄豆 到院子里去找没有找到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张志军又叫家人去找 在村子找了几个小时 有人说看见黄豆 跟着宋葬队伍后面 去了墓地之后就没见他回来 一群人赶去老人的墓地去找 到了墓地 远远地就看见黄豆窝在老人的坟前 张志军走到黄豆跟前 叫了一声黄豆 没有回应 再仔细一看 黄豆已经死了 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此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湿了眼眶 谁能想到一只老狗 竟然选择死在主人坟前 张志军也沉默了 心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翻腾着 良久他让人拿来铁锹 在母亲的坟旁挖了一个坑 把黄豆的尸体埋了 若是老太太权下有知 想来他也不会反对的 在老姨辈眼里 万物皆有灵 要对万物心存敬畏之心 它们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它们是有感情和意识的 它们懂得感恩 也懂得报复 人有人的生存之道 动物也有动物的生存之道 人类不应该随意去剥夺 它们生存的权利 更不可以随意主宰它们的生死 如果人类杀戮太深 伤害了很多动物 砍伐了很多树木 就是破坏了自然平衡 现在疫情肆意 自然灾害频频出现 这是对人类的预警 所以 人类必须要善待生命 维护自然生态平衡 才能免于无妄之灾 人们之所以将这些动物 看作是通灵之物 说到底其实是古人的图腾崇拜 换句话说就是人们最开始 对自然的一种解读 那个时候人们的生存环境很恶劣 而一些动物却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 在大自然中活得有滋有味 所以 人们便开始崇拜这些动物 也就有了动物有灵的说法 在乡村里 人们生口相传的奇怪故事里 有几种常见的动物 是轻易不敢得罪的 比如被称为五大家仙的 就有狐仙 黄仙 黄鼠狼 白仙 刺猬 柳仙 蛇 和灰仙 老鼠 它们周身散布着 诡异无比的气息 使人稍不留意便会着了道 同样被认为通灵的动物 还包括蝙蝠 喜鹊 老瓜 猫头鹰和灶马等等 这些古老相传的神秘传说 经过神话演绎 让人心存敬畏 不敢残害生灵 一定程度上构成了 农耕时代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的基石 其实无论是哪种动物 我们都不能够轻易地伤害它们 佛说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万物有灵 即使我们做不到不杀生 也不要去伤害那些 本来不该伤害的动物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 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